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生汉族工人和新疆维族工人泄斗 由于场内接连传出女工被维族的工人强奸的事件 这个不知道能不能证实啊 这是说传出 所以说一百名汉族工人手持铁棍 冲入新疆人的宿舍报复 数百人刀光剑影血剑当场 然后大批的这个武警到场制止 冲突造成不少人受伤 好像说是不是说有两名工人死亡 维族工人死亡 说该场是香港玩具大王蔡志明旗下企业 有万名员工 事件引起中央关注 这个包括广东省委书记汪洋都专门做出批示 要求全力抢救伤者 妥善做好家属的安抚工作 尽快查明真相 依法严肃处理有关责任人 这现场这视频咱们很多很血腥 咱就不放 后来呢听说汪洋还去了现场 那么去安抚一下那些 探望那些围族工人 但是香港的报纸就说 所以因此又人都汉族工人有点不满 说怎么光看围族不理我们 这事很麻烦 所以有趣的是说视频啊 我不晓得假如我们的视频看到这种暴力的场面 我们都说手机拍下来嘛 可是现场应该不只有一段的这种视频 那假如其实啊 这人禁止不了人家把那个视频放上去 其实刚好相反 那尽量放 因为放了才可以从不同角度 看到那个不同的说法 不要只听一面的嘛 比方说有汉族的人 有手机拍了放上去 可能是汉族的观点嘛 假如也有另外一方面呢 他也拍了 他也放了 我觉得这样反而是说 可能对我们了解真相比较好 我本来想说呀 这个世界变得透明了 可是我又发现了 那当然这种网络这种信息啊 它又是泥沙俱下 那么又只能说啊 这个世界变得半透明了 但是半透明的状态啊 很有意思 你看我最近看一篇文章讲 就是说现在进入叫微博客时代 就推特犯否这些吗 micro blog 微博客 就这种玩意儿吧 谁可以跟手机直接连接 对 你这个人一个公民在现场 我这一拍马上就上传了 上传了之后呢 又上百万的人都了解了你的手机 看到的这个景象 甚至他们讲嘛 就说伊朗 那个Nada嘛 那个女孩子嘛 现在成一个象征嘛 就那个女孩本来是坐车去学琴的 好像是 中间下车堵车 看怎么回事 一个榴弹打过来 当场死了吧 那那个场面就很震撼 也是被人用手机拍下来 然后传到网上 后来在欧洲 美国 全世界的新闻 网不断的播嘛 对 这个手机 直播时代 没有 这种播啊 不管是你叫博客也好 微博客也好 或者说文字也好 或者说视频也好 假如我觉得真的把真上拍下来 记录下来 放上去 倒无所谓 因为让大家了解的越多 越能评断 可是我觉得这个博客的 有时候讨厌的是说 有时候讨厌的是说他会断章取义 然后他的散播力那么强的时候 你完全没办法阻止 记不记得文涛我们前一阵子谈一个话题里面提到绿霸 其实不是谈绿霸 我是说我写文章批评完绿霸之后马上就跟我太太说 我们要不要装个绿霸 家里有个小女儿 结果可是我前面也是说批评这个绿霸 觉得有时候会过分的控制 可是马上后来我看到很多博客的引用一句 他说你看连马家辉博士都建议太太装一个绿霸 所以假如你作为家长 你所想选择的话 我们有三款绿霸功能的软件 我就变成那个代言人 我觉得吓我一跳 我变成绿霸代言人 所以为什么我讲这是又是一个半透明的一个时代呢 就是你又特别的容易这个搞不清楚了 到底真相在哪里 似乎你什么都能看了 所以人家现在就是讲嘛 我最近就是看有个胡青坊写的一篇文章 他就说一方面呢 民间记者手机这种传讯 就是也反映了过去啊 过去你看一个媒体是由权威专家老师 他们去核实验证 然后他们决定发布不发布 乃至于背后有政府的影子 那么现在全世界的特点是 人们开始不相信 怀疑这种权威媒体的声音 于是呢 就开始了一个市民记者的时代 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上传 但是呢 这些市民记者呢 他非专业 他不一定讲究 要对一个事情做一个全面的本质的什么了解 于是呢 他提供的一些杂乐无章的一个总会的信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以为你就得到了真相吗 他就说 这也不见得是一种真相 我想 我想这里头还牵涉了几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第一就是刚刚马家辉讲那点 我很早就已经看开了 因为我很早就已经发现 就是比如说 你不能够期望别人 比如说看我们这个节目 他是从一集的开头看到结尾的 他中间可能上洗手间 他可能中间开始看 他就你前面说了什么话 他没听到就听到后来一句话 而就用这句话 去总结了对你这集节目 甚至你整个节目本身的印象 甚至你整个人 整个人 这常常见到 谁都不能闭脸被切割 被各张取义 你也不能更不能够期望 比如说像可能你某一集节目 或者某一篇文章 谈了某个观点 别人觉得你怎么这么保守 但是可能你前面一百篇文章 一百篇节目都非常的是大胆的 然后但是问题就那一次 他只看到那一次 他就判定你很保守怎么样 我觉得这是绝对会出现的 你不能够假设别人什么都看到 为什么 正正是因为今天讯息太多了 就今天的每一个人都是记者 每个人都在提供讯息的时候 讯息那么多 每个人都是只能够看到局部片段 每个人都是高度选择 而这个选择绝对都是跟他个人的 某种口味是有关的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看 我们对真相的把握 其实比以前更碎裂 更局部 第二呢 就是你刚才说到的这个问题 还要我们还要关注一点 就是所谓的公民记者 或者是这个传播者 有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自己是个传播者 什么意思呢 他是无意的 怎么叫无意 我举个例子 假如我是个博客 我今天看到有人在饭否上头 报道了某个事情 哎呀 讲了什么什么 然后我对那个事情有个印象了 我对那个事情有个印象 就是我在博客写了一句话 描述对他印象 比如看完韶官那事 我说哎呀 天下大乱的 这简直是 我就写个韶官天下大乱 然后我在博客写这句话 我把博客当成是我的日记 我记什么 是我的自由 我不是一个记者 我没有责任去核实韶官 有没有天下大乱 我发表我主观感受 但是人家看到这句话 再这么传出去 就以为是个报道 对 对吧 现在分不清了 其实你不是个报道者 你本来 对 就专业的 这种媒体的负责任的报道 和个人的管馈之间 现在这个界限就变得很模糊 这种情况就像我们从小说是非一样 或者坐在家里听妈妈 阿姨她们说是非一样 她也不一定想传播 可是我妈妈跟阿姨说 阿姨说给她的妈妈听 然后一传就传出去 完全散播不得了 而且你有时候这个人 我并不是在贬义词这个意义上使用别有用心的 我是觉得每个人 他都有一种好事不出门 坏事全千里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你比方说 咱们照科学理性的说法 Michael Jackson 到底有没有乱童 到底有没有玩小孩 相信现在相当一个部分的人会觉得 多半是有吧 可是法院说无罪是犯了 那么就根据法律 法律是很科学很理性的 叫疑点归于被告 对 疑点的利益归于被告 你拿不出证据说明他有 那么都不能认为他是有 可是你看一传播开来 人们就会觉得好像是有吧 他就会是 你怎么办 这也跟心理有关 就我们大部分人在听跟自己无关的是非的时候 都是零可信其有不可信其 无是生非 可是我觉得我们也不能太低估 这个网民啊 包括我们自己那个判断力 第一个不能低估我们的判断力 第二个不能不用太高估我们认真的程度 我们看种种的新闻 不管多离奇多八卦 看完就算 我们都要经过被训练过了 在网络连带 虽然不是在网络连带成长 可是上网了那么多年以后 我都知道了 你不必认真 看看就算 笑一下就算 没错 嘉贵博士早就应该有这种气度 我觉得川端康城早年就有这种气度 说这个川端康城啊 这个最有名的不说话的这个人 就是你到他家里这个做客呀 他能够大眼睛盯着你两个小时 不是话 直到你要走的时候 他才要走啊 挽留 再坐下 还是这么看着 然后记者采访他 他就这样 为什么都不说 就这么大眼睛看着你 最后记者很失望的时候 他跟记者说 你就随便写吧 就说是我说的 不承认 江江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这个手机拍现场情况 做这个公民记者 市民记者 我也要这个提醒 他要注意人身安全 因为拍摄的环境 经常处于对自身不利的 你记得前几年吗 不是就有一个人给打死了吗 他就在这拿手机吗 拍当时城管打那个村民 他拍最后城管 把他打死了 这是当时的大案吗 对 对吗 但是问题是 现在有一个情况 就是当年他是一个人拍 现在呢 是人人都配备这样的手机 三机也开始服务了 这大陆 现在是越来越多人 有意愿这么拍 当你有一群人拍的时候 效果就不一样了 比如说你看 那个湖北死守事件 或者是邓玉交事件 邓玉交事件 整件事我觉得最妙的地方在哪 是居然来了千多人了 志愿者 跑去拍 就用手机去拍 哎呦 我觉得这个 中途去年 文川地震之后 中国人开始喜欢当志愿者 什么事都有志愿者 新闻从业人员的队伍 就有人 扩大了许多 对 多了一千多人 你想想看 而且我发现在这种监督下 你还真的就说城管 我最近我要表扬一个 我们上大学的 斯文了 武汉 你知道吗 武汉城管不是原来老说城管打人吗 人家武汉城管现在怎么着以人为本 文明之法啊 确实有这个大排档吃饭 站到 就是把桌子摆到外边了 结果我武汉城管人员 大家采取了什么办法呢 围城一圈 沉默 注视 这大家备手 我可没动手 就看着在马路上坐着吃饭的人 跟川南康城一样 看了五十分钟 最后 你想你这饭你怎么吃吧 最后没办法 大家早快赶快买单走人 最后那个店老板 看着城管 就沉默注视着他吃饭 最后不得不也把桌子搬进店里去了 不敢承到 我觉得在新时期 这种沉默 是我们城管 武汉城管 发明了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对 非暴力不合作 文韬 其实60年代的哲学家 讲过一句话 别人的眼光 就是我的地狱 用眼光可以作为武器 看着你 让你完全受不了他的注意 现在眼光是一个 另外手机 我们说的也是一个 有时候用手机拍 也可以作为一个自我保护的工具 我们在YouTube里面 香港有一个很出名的片段 叫美心笑女 美心是香港的快餐店 快餐店集团 就是说笑女 为什么呢 他就拍下来是 别人拍掉笑女的 当时那个笑女去快餐店吃饭 可能受到不友善 不公平的对待 然后跟好像砍叉烧的人在吵架 他觉得不公平 然后砍叉烧的人 好像骂了他两句僵话 然后那个笑女就拿出手机来 对着那个人说 你妈你继续吗 你讲 我拍下来 放给全世界看 完全那个人就怕了 我们看到那个展叉烧 那个厨房师傅 整个脸就拉下来 就怕了 看都不敢看他 把头别过去 我们想象 没有手机的连带 这种效率 受到他的语言的挑衅 暴力 你完全无法可思 现在拿出手机 我的保护工具在这里 这是自卫武器 所以现在以后吵架就让两个人拿出来对白 你说 可是这玩意儿真这样了 武器用于保护自己 也可以用于攻击别人 当然 你这个也有一个严重的 你比如说你要拍你不该拍的东西 你侵犯个人隐私 那是不是也可以就是双刃剑 当然 所以现在就是偷拍的情况 我最近都有一些女性朋友说要去大陆 或者说台湾旅行 现在都流行住什么 民宿 住在家里 人家家里租出来 我都警告他们 恐吓他们说 小心 听说住在民宿 被放针孔现影机的几率 超过百分之六十的 而且 就是说他就可以放在空调机的孔里 空调 另外放在厕所 最普遍放在厕所 派你上厕所 派你洗澡 那怎么办呢 那你就住在房间总要总可以穿上衣服 你洗澡总要脱衣服吗 怎么办 那我只能给这些女性朋友的意见的说 那没办法 避无可避了 只好用 洗澡的时候 弄个纸袋盖住自己的头 哈哈哈哈 因为你被拍了 也看到身体谁都一样 没错没错 看不到我的脸 你就死不认吧 那唯一的保护方法 全都戴口罩算了 全都戴口罩算了 你看那个MJ的麦克尔杰克逊 我真的也可怜呢 到什么程度自己戴面具 两个孩子从小都戴着面具 就怕给给拍到遭绑架 你这个有的时候会涉及到犯罪的 我觉得很危险 所以现在但是这个东西呢 而且是对管制啊 也造成很大的挑战 你比如说像以前政府部门呢 我们知道中国虽然没有新闻审查啊 这是我们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 中国是没新闻审查的 但是呢 我们有管制 那这个管制呢 就使得呢 就很多的事件 比如说报道出来呢 会在一定的规范之内 但是现在由于人人都有手机 人人都能拍东西 人人都能当记者的时候 这些你怎么管 你没办法管 你比如说胡北十手这个抢尸 比如说这回韶关这个 对吧 他比你记者还快 然后他早上也不会收到条子 说什么能报 什么不能报 他当晚回去就弄上网 也不甚至不要当晚 他立刻就上网 嗯 你谁都制止不了 对 而且我现在觉得我们这电视台啊 也快没事干了 本来就是一个东西 不会啊 我说这有什么所谓呢 对啊 他在网上 他什么都看 都都都看得到吗 刚好相反文涛 因为这种视频的东西越多啊 所谓的碎片一样的增上越多的时候 越要需要有大智慧的人 包括我们三个 嗯 坐在那边替大家来解读 选择 还有解读 解读 解读这个东西怎么样理解 可以延伸想到什么东西 更需要我这种人的这的那个付出跟投入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又选了一段群殴的 我们来就佛山治安人员群殴的一个video也是他们谁找给我 反正放一下吧 嗯 事件起初源于双修成某 要求进入小区 但是因为没有通行卡而被保安拦下 双方出现了肢体冲突 大批治安员和警察到场 冲突马上升级 治安队员手持铁棍追打保安 两名保安被打倒在地 投破血流 佛山科学警方认为 西南治安领防大队两名队员赶到现场的时候 曾某被小区保安黄某打了一拳 随后民警到场 要将保安黄某等人带走调查 所以啊 有了这个手机报道 咱们才知道原来这也是个暴力时代 是吧 赵文道刚才讲 这算什么 大学教授还打人呢 对啊 今年也试过嘛 有个大学不叫哪个教授掌锅学生 然后打起来吧 那他很会打吧 学生打倒在地 但是 那我这个是印象很深刻 就我觉得我们国家是挺喜欢打架的 就是在很多地方在街上就都能看到看到打架 台湾以前有一度也是这样 但后来就好多了 现在台湾很少接到街头打架 香港只有电影是街头有枪战 但是也很少打架 在大陆真的常见到打架 没有公平的说你不打架的东西的事情越来越难以放上视频了 大家见怪不怪 就不止视频 就你在路上走你都会碰见 你不觉得吗 我每到一个城市都会看到有人打架 OK 我就跟你讲 比如说我在深圳有一次看电影 就是石面埋伏 是吧 不是 我就跟你讲 他这捞不住火啊 我后边有一个大婶 她一直在聊天 我就看电影 我始至后忍无可忍 我回头说了一句 我大姐 咱看电影 别说话 然后接下来知道这电影完了 她没有停止过对我的咒骂 一直在后边 她是没打我呀 可是我就说 我怎么招她惹她了呢 她认的是你吗 认不得 当然 黑影里 我提个意见 我觉得她是个女的 我说话很客气 我咱们看电影呢 别说话 她觉得自尊心受辱了 你知道吗 整个就在骂 也没有人干预她 那么你说 你已经是非常幸运 这个冲突 很容易出现 很容易起冲突 这个我觉得是我 这这个问题所在 为什么那么容易打架 是因为我们很容易冲突 为什么很容易冲突呢 很大部分的原因 都是在于觉得自己尊严受损 我们尊严很容易受损 对 但你的尊严摆在什么地方 为什么呢 在护卫英国 第一个 尊严为什么受损 因为没有记信心 为什么没有记信心呢 一定是从小 你从小没有被尊重 你就不会尊重自己 也不懂得尊重别人 从小被扭曲啊 我最近有 因为看我那个中学的女儿 要考试嘛 每天读读读考试 我就想到 为什么亚洲的小孩啊 亚洲的男人 女人也是一样 会那么阴暗 比起好像容易揉去 因为被考试害了 从小考试 令你不得不说谎 不得不任何事情来计算 一定是从小 接下来为您播出 走向2010 你心地想不坏也很难 对啊 所以打架 或者骂人 反而挺阳光的 一种书吧